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很多人心里星巴克这个品牌甚至早已超过了一般咖啡店的范畴 成了一种小资时尚和品味的象征 曾经有段时间各路明星和时尚达人拍照的时候 都喜欢在手里拿一个带有绿色logo的星巴克纸杯 把它当做是时尚的道具 而这家公司的每一个举动 比如推出了新口味产品 新款杯子 新的会员活动 居然也都能成为大家长时间热议的话题 这样一个现象级的咖啡品牌 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星巴克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的感悟 江新注入这本书啊 就是舒尔茨对星巴克传奇的一份深入的自我剖析 他在整本书里其实就探讨了一个主题 星巴克这家公司到底是如何做大做强 甚至于让全世界的人们可以忽视咖啡本身的味道 把星巴克当做一种休闲文化的象征 这位护华德·舒尔茨担任着星巴克的董事长CEO 已经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商业领袖 然而呢 他的出身和家庭背景却并不理想 他的童年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平民区 从小就目睹了他的父亲 作为一名社会底层工人的各种艰辛和屈辱 童年时期对失败和平民的恐惧 让舒尔茨对出人头地有着强烈的渴望 因此总是尽可能抓住一切取胜的机会 在1982年加入星巴克之后 舒尔茨把自己全部的才华和激情 全部奉献给了这家咖啡零售公司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星巴克还只是美国西雅图当地一个默默无闻的咖啡豆售买店 而在舒尔茨的率领下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到今天已经成为了世界五百强 将连锁店开到了全世界 可以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到今天 星巴克这家公司正是在他的手上 完成了从一只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华丽蜕变 而舒尔茨自己呢 也用自己的拼搏完美演绎了一个 从平民区苦孩子到亿万富翁的励志故事 那么在这本书里 舒尔茨为我们分享了星巴克传奇的三个关键词 激情伙伴和品牌 下面呢就来为你一一讲述 首先呢是星巴克成功的第一个关键词激情 舒尔茨认为他之所以能把星巴克发展成一家伟大的公司 一切都来源于他对咖啡的激情热爱 因为这份热爱有了专注 因为专注有了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对他来说呢 星巴克咖啡的精华所在 其实是高质量的服务体验 这种体验是团体聚会式的 非常温馨浪漫的 并且与顾客的日常生活场景密不可分 星巴克提供的咖啡 只是这份服务的载体 咖啡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 教会顾客什么是优质咖啡 更重要的是 让顾客用一种非常舒服的体验 享用咖啡 这份热爱的激情 还要从舒尔茨与咖啡的不解之缘说起 在1981年 舒尔茨正在一家厨房设备公司里做销售主管 他偶然间发现 西雅图的一家小零售商所订购的咖啡研磨机数量 竟然超过了梅西百货公司 而这家公司正是星巴克 怀着好奇的心情 他亲自拜访了一趟星巴克咖啡店 当他一走进店里 满屋新鲜烘焙的咖啡香气 也把他完全吸引住了 而在品尝了咖啡师研磨制作的香醇咖啡之后 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无法自拔 用舒尔茨的话说 当时他在那里感受到了一种叫做 命中注定的东西 于是舒尔茨一不做二不休 回去之后就果断辞去了原来的高薪工作 饱含激情的加入到了星巴克公司 舒尔茨的梦想是 要把充满意大利式浪漫的咖啡制作记忆 和新鲜烘焙的咖啡豆推向全美国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浓缩咖啡的魅力 从那之后啊 为顾客提供不妥协的最优质的咖啡和服务 就成为了舒尔茨几十年如一日的执念 这种执着也使星巴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坚持着一些看似愚蠢的战略 比如说 因为担心连锁加盟店的技术不过关 会给星巴克的质量抹黑 他们一直拒绝和抗拒连锁加盟 再比如 为了保证优质咖啡豆不被化学添加剂污染 他们也从来不生产人工风味的咖啡豆 像什么榛子味啊香草味的咖啡豆 你在星巴克绝对看不到 还有 他们还一直坚持咖啡豆 只能放在玻璃罐子或者星巴克专用袋子里出售 不能灌进便宜的塑料瓶里 因为他们觉得塑料瓶并不能真正保证咖啡的品质 这还没完呢 舒尔茨不但自己对咖啡充满激情 就连挑选合作伙伴时 也一定要选择那些真正懂得激情 懂得咖啡魅力的人 并且呢 舒尔茨对供货商总是会列出一大堆苛刻的条件 比如要信誉良好 品牌有保证 有高水准服务意识能够无条件保证星巴克咖啡质量等等 因为这些条件十分苛刻 很多供货商都觉得星巴克实在是矫情 一直以来呢 星巴克拒绝过的合作商数量 要远远大于最后真正合作的数量 这些追求完美的做法没有损失吗 肯定有啊 在激烈的同行竞争中 星巴克也多次遇到暂时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 然而呢 星巴克正是用一种种近乎于偏执的坚持 成功塑造了星巴克质量最优的品牌形象 从长远来看 星巴克从中的收获比暂时的商业失利要大得多 当然了 如果只是恪守教条 当然会阻碍星巴克的发展 想要创造卓越 自我革新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这一点呢 作者非常清楚 产品的革新升级是肯定要有的 但即便这样 作者依然非常彻底的把对咖啡的狂热贯彻了进去 他认为如果不能保证咖啡味道是最好的 那么任何革新都免谈 这里啊 作者提出了一个对于任何以产品为重的公司都非常有用的观点 只有不断用高质量创新你的核心产品 做得比顾客自己想要的还要出色 你的公司才能成功 而不仅仅是维持正常生存 在这份对于咖啡的热情与激情之下 星巴克的创新也往往显得与众不同 舒尔茨呢 为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咖啡店聘用科学家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啊 其实是一个免疫学专家 叫唐瓦伦西亚 这个人呢 有一套特别精密的技术 能分离人体细胞的分子 却又能不破坏分子结构 然而这位科学家本人呢 其实并不爱喝咖啡 但是有一天 他在餐桌上突发奇想 如果把他那套高明的技术 用来萃取咖啡的芬芳和风味 那咖啡豆浓缩成精华 会不会很好呢 说干就干 这个人一头钻进实验室开始忙活 很快成果就出来了 但还需要有人帮忙验证一下效果 于是呢 他每天早上七点钟 准时的给爱喝咖啡的周围邻居 送两杯咖啡 一杯是正常煮好的咖啡豆 一杯用他萃取的咖啡精华冲泡 让邻居分辨二者不同 然后回去再改进技术 直到有一天 邻居已经完全辨别不出两杯咖啡的区别 终于大功告成 偶然的一次机会 星巴克的员工品尝到了这位科学家 神奇的咖啡精华 觉得太厉害了 跟星巴克的咖啡简直没什么区别 作者听到这个消息后 果断雇佣了这位科学家 并给他单独设立了一个科研部门 砸进巨资 让他去搞研发 结果产生了非常巨大的效益 在此之前星巴克为了创新产品 和重新激活顾客的咖啡体验 煞费苦心 但都是在原有的产品基础上 做点小改动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这种咖啡精华彻底拓宽了 星巴克的产品种类 他们开发出了咖啡味的啤酒 咖啡冰激凌 因为有这种神奇的咖啡精华 所以这些产品都能保持现主咖啡的风味 在这种技术的保驾护航之下 星巴克在任何地方永远提供最好喝咖啡的梦想 总算是彻底实现 在最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作者都坚定的认为 正是因为星巴克的咖啡很出色 所以顾客才来买账 但后来呢 一家广告公司给星巴克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人们愿意来星巴克很大程度上 其实是出于交流感情的需要 把这里当做人际交往的好地方 作者开始意识到 把工作和家庭的烦心事暂时搁在一边 找一个非正式公开场合 放松下来聊聊天 这种要求其实非常迫切 也是巨大的商机 因此啊 提供良好的社交体验 满足人们聚会 约见朋友 举行会议的需求 跟做出好喝的咖啡一样重要 那怎么样才能够给顾客提供更好的咖啡体验呢 星巴克又拿出了死磕产品的精神 来鼓到这件事 比如扩大店面面积 添加更多舒服的座椅 播放舒缓的音乐 设置光线柔和的灯光等等 总之啊 就是不惜一切代价 用最大的热情给人们提供一个安全 舒适 有人情味的聚会场所 最后的效果呢 当然不错啊 这些咖啡体验 满足了人们的社交需求 一次次成功的 把顾客吸引到星巴克的店面里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关键词 激情 也就是坚守对产品的激情 不惜一切代价 提供最好的咖啡和服务体验 说完这个呢 为你分享第二个关键词叫 伙伴 星巴克也曾经三次被第三方机构 评为全球最佳雇主 在员工流失率居高不下的饮食零售行业 星巴克显得非常另类 他的门店经理是出了名的 难挖墙角 有多难呢 有数据统计 中国近一千八百家星巴克门店 其店长的年流动率 竟然维持在各位数 业内甚至流传着五十万年薪 挖不走一个星巴克店长的说法 星巴克的团队凝聚力为何如此之强呢 为你分享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小故事啊 是关于咖啡豆股票 星巴克的雇员在团队内部有一个特殊称呼 他们的互相不叫员工 也不叫雇员 而是叫伙伴 这个事情啊 要从1990年说起 当时星巴克结束了连续三年亏损 迎来了第一个盈利年份 舒尔茨经过考虑 推行了一项叫做咖啡豆股票的股票期权计划 就是向公司内的每一个雇员赠送企业股票 以基本工资为基数按比例分割 这样一来呢 把星巴克所有雇员都变成了公司合伙人 这个举动在当时的美国零售行业显得很异类 同行都觉得星巴克疯了 在当时的观点看来 股票经营是以大股东利益为重 在老板眼中 员工们往往被当作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已 当时一些上市公司为了拉升股价 还喜欢拿基层员工开刀 通过大幅度削减员工利益来节约成本 这种做法在当时美国饮食零售业更是常见 可是在舒尔茨看来 发自内心的尊重保护员工的利益 与员工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是成就所有伟大事业的基础 如果员工能把公司的事真正当成自己的事 那他们就会完全投入感情 才华和创造力 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 咖啡豆股票激励机制 给星巴克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直到今天 星巴克依然保留了这种尊重伙伴的传统 比如前不久 星巴克宣布从2017年6月1日起 所有在星巴克中国自营市场工作满两年 且父母年龄低于75周岁的全职伙伴们 都可以享受一份父母关爱计划 星巴克将为他们全资提供父母重病保险 在这样一种尊重伙伴的文化之下 其强大的团队凝聚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样一来呢 其实公司反倒节省了大笔人力成本开支 并且能够拉住更多的回头客 你想啊 当你去固定的咖啡店 如果能够遇到那位熟悉又热情的店员 每天跟你打招呼 甚至还了解你的口味喜好 时间长了 你对这家店面也会逐渐产生亲近感和依赖性 这里第二个故事是关于星冰乐的 所谓星冰乐是星巴克的一种招牌饮料 其实呢 就是一款加冰加奶的咖啡 在炎热的夏天来一杯 是很多星巴克顾客的最爱 这种饮料在1995年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年度最佳饮品 还让星巴克的股价连续创下新高 但是呢 当年这款让星巴克大获成功的明星产品 也是差点胎死腹中 事情是这样的 一个叫蒂娜的星巴克店长当时发现 一到夏天 别家咖啡店都推出了加糖加冰的咖啡 而自己店里却没有 于是呢 多次跟星巴克总部申请 请求新增这类加冰的咖啡 但作者对这个想法一开始特别抵触 死活不同意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刚才说到的 舒尔茨对咖啡口味太过执着 他不喜欢任何东西影响咖啡味道的纯粹性 他当时想 咖啡里面加冰加糖是什么鬼啊 实在有损星巴克的脸面 于是反复拒绝 那这个叫蒂娜的店长不死心 决定不顾老板的脸面先斩后送 开始和同事们一起试验 几次试验后 终于拿出来一款美味的冰咖啡 舒尔茨满肚子不情愿尝了之后 不得不承认 这个味道确实不错 作为星巴克的老板 虽然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但最终决定让步 接受大家的批评 尊重这位店长的想法 作者后来说呢 星巴克的伙伴们是离顾客最近的人 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顾客想要什么 因此啊 必须尊重伙伴的想象力和热情 虚心接受他们的批评 即便是作为老板 也应该倾听和满足他们的想法 这也是让星巴克能保持长期活力的一个要诀 好了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关于星巴克的第二个关键词 伙伴 保护伙伴的利益 尊重伙伴的创造力 从而增强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下面呢 来为你说一说最后一个关键词 细节 舒尔茨认为啊 上面说到的对咖啡质量的执着 不懈追求 对内部伙伴的完全尊重 这些呢都是创立星巴克品牌的法宝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 舒尔茨还为我们分享了打造品牌的另一个要诀 细节形象 顾客来星巴克喝咖啡 其实寻找的是一种使自己彻底放松的场所 如果想让顾客认准星巴克 并且成为星巴克的忠实粉丝 那么一定要为他们营造完美的环境氛围 店内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顾客看到 接触到 听到 闻到 尝到的每一个细节 都是加深品牌印象的重要渠道 比如说 无论在全世界任何一家星巴克店面 只要走进去 你都能闻到熟悉的咖啡香气 潜意识里马上会产生放松愉悦的感觉 这种效果 其实正是星巴克有意设计的套路 为了保持这种纯正咖啡香味 星巴克要求店里的伙伴不能使用香水 也不允许在店里出售火腿肠 卤味之类的食品 坚决禁止在店内吸烟等等 所有的这些限制都是为了保证一点 任何时候一来到星巴克 你闻到的只有咖啡香味 久而久之 你的鼻子就会让你不由自主的记住星巴克 再比如 咖啡店里播放的音乐也是星巴克套路的一部分 为了让顾客感受到星巴克专属的独特氛围 他们会跟专业音乐公司合作 推出蓝调音乐集锦CD 以确保每个咖啡店的主打音乐风格统一 不仅如此 在门店视觉设计 咖啡豆的摆放 海报设计等所有细节上 星巴克设计师评估每项决策时都会反复掂量 这么做是会加强品牌印象 还是会削弱品牌印象 为了保证门店形象 星巴克早在1991年就已经专门建立起了自己的设计和建筑师团队 专门负责星巴克门店的形象细节 保证每一家店都能让顾客一眼记住 在确保各家店面基本风格一致的基础之上 这支设计团队啊 煞费苦心 侥幸脑汁的安排每家门店独特的装修细节 避免千篇一律 尽量给顾客带来更多惊喜和浪漫 你比如 他们搞出来一套店面设计理念 就是根据自然界四大基本元素 土 火 水 气 对应咖啡的四个阶段 种植 烘焙 烹煮 到咖啡的芳香四溢 根据这个理念 他们设计出了四种不同的店面设计模板 每一种都有自己的色系 亮度和基本材料 但又能明确的表达背后的理念 比如 绿色体现的是种植 深红和浓重的棕色体现的是烘焙 淡棕色用来代表咖啡 蓝色是水 表达的是烹煮 咖啡的芳香 也通过黄 绿 白 三种色彩的组合变化 来表达等等 除了内部装潢 星马克的店面模式也很有套路 例如所谓的A型店面 其面积最大 躲开在繁华的商业中心区域 分为固定的座位区和可以自由组合的功能区 显得非常气派 B型店面的面积略小 更注重空间效率的利用 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等等 实际上 平时我们在一些商场闲逛的时候 还会发现两种迷你版的星马克 名字也挺有意思 叫电中电和双份浓缩咖啡 电中电指的是专门设在超市或写字楼大堂的小店面 双份浓缩咖啡呢 是指那种最小的咖啡吧 一般开在楼梯转角啊 走廊拐弯的地方 这些都是星巴克为了最大限度 占据顾客视线 开发出的店面模式 其实无论哪种店面 当你离很远就会意识到 前面有一家星巴克 并且走进店内 还会看到每个店内的小特色 这种对设计感和细节的重视 也是星巴克打造品牌形象的要诀之一 好了 说到这儿呢 今天的内容啊 就聊差不多了 下面来简单总结一下 今天为你分享的星巴克传奇的三个关键词 第一激情 舒尔茨认为 坚持对产品的热爱与激情 不惜一切代价 为顾客提供最好的咖啡体验 这是星巴克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一家咖啡店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告诉顾客 什么是优质咖啡 更重要的是 让顾客拥有舒适的咖啡享用体验 第二点 伙伴 尊重员工 依靠伙伴 也是星巴克能够成为一家伟大公司的根本秘密 只有真正尊重 保护员工的利益 全心全意 依靠他们的创造力和才华 才能使团队保持强大凝聚力 并且给顾客带来更好的体验 作者认为 这一点 其实对于以咖啡为零售目标的星巴克来说 尤为重要 第三点 细节 作者认为 建立品牌认知度 打造长久的品牌形象 除了提供好的产品之外 还需要对各种细节较真到底 细节形象是最容易打动顾客的 也是最容易让别人记住你的方法 用心做好细节 是让一个品牌拥有真正忠实的粉丝的重要途径 好了 关于这本书就为你全部讲述完毕了 那么看完舒尔茨介绍的经验 其实呢 我们会很容易联想到国内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明星餐饮企业 例如像海底捞西北油面村等等 无论是在对产品要求 员工激励 还是死磕细节打造品牌等方面 他们跟星巴克都有相似之处 其实说到底 这些优秀餐饮企业之所以成功 就是坚持做到了把客户体验放在重要位置 那么这本书的书名将心注入 可能啊 正是对这种经营理念的最好诠释 只有用心才能最终获得用户的认可 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好